那这个新的使用界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配置 跟之前我们所使用的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也就是它会把功能列放在左手边 然后等一下的筛选条件会放在右手边 那以往是在左手边会不同 那我们的logo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在左手边这边会有一个仪表板 那这个仪表板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会有一个overview 就是总览的部分 那总览的部分就是包含下面这五个 就是总览 那我现在点总览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进来之后 这边的就是账号的建立 计划project的部分 储存的内容 search的部分 参加的资料跟这个电子书的借阅等等 这边会放在左手边 所以这个overview的话是一个总览 那再来的话 这边的project就是 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所提供的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的话呢 它必须透过这个登入才能做使用 也就是要具备一个Apps Code的个人账号 你才能去使用这个project的部分 那这个书签就是我储存的某本书 某篇文章 它可以做成书签 然后再来是search的部分 search的部分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这边search的经历 然后浏览过后的资料跟电子书的check in 所以这边其实有一些要登录才能使用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project的部分 跟电子书的借阅 因为这两个都要账号才能完成 然后左下方有一个一般搜索 就可以看得到 那左下角这里的这个一般搜选 它还可以去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新推出一个概念构图 那概念地图 这个概念地图的话 可以让我们去探索不同主题 它就是把每一个主题都做成图像画 那这个需要额外再去开启 那右上角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有一个MyApps Code 那这个MyApps Code的话呢 即便我不登录 我都可以在这边的个人编号设定这边 去选取我的界面语言 就跟以前的Apps Code资料库平台一样 我可以去针对我的使用界面去设定 所以我可以设成这个繁体中文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边的编号设定 我设定好储存之后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是使用我的资料库 所以我现在用的不是Google翻译 因为如果大家是用Google Chrome的话 它你的Google翻译如果没有 没有就是正常都有启用 它就直接就开始翻了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平台上的 内建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语言 那如果大家需要账号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建立账号 有了账号之后就可以登入 所以这边这两个是联动的 建立账号的部分就跟之前差不多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去输入自己的姓名 Email建立密码建立账号 那这边的姓名随便填 不一定要真名本名 这个没有人会去审核 也不用去验证Email 就马上填好 马上就有自己账号了 然后这边的登入的话 如果你有了自己的账号之后 可以点这个登入买Apps Code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登入这个账号的部分 那这个账号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去登入你的这个个人的账号 那有自己账号的话 就可以使用专案的那些的功能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是属于基本检索 现在在这个搜寻框 我可以搜寻文章 书 期刊 那我现在检索中的资料库 现在有五个 我点了这一个 就可以看得到 目前五个都有勾选 那这边的右下角 搜寻框的右下角 有一个进阶检索 这个进阶检索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切换到 进阶检索的功能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 进阶再点一下基本 就可以切换回来 那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下面有三个条件值 那这三个条件值 如果你有就是选择的话 它会变方框 那点了之后 它会变蓝色的框 那所有时段 我要看过去五年内的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 有颜色的框 跟字部一样之后 很明显的就是你有做了选择 那我就再把它取消 那搜寻的时候 我可以打算我要查找的关键字 比如说现在TrackGPT很流行 我就输入TrackGPT 那我就可以看得到搜寻到的结果 那现在有三千多笔的资料 那这边的筛选条件呢 在这边有一个所有筛选 这个线上全文就是我刚刚有打勾了 又取消了 那我如果现在在全取便有全文的 那你会发现剩一千多笔有全文的 那只要我在这个条件值上有做勾选的话 这边的所有筛选 它也会上面又出现一个蓝点点 这个蓝点点就代表说 我在筛选的条件上面有做一个筛选 那我点一下所有筛选 这个筛选就是这个东西就跳出来 那你就会看到在这边呢 我勾了线上全文 那如果线上品鉴我也要勾的话 那这边的话 还有就是日期的范围 我要看五年内的 然后资料库 我们就是选了全部 那你可以不用特别去指定 那类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学术的类型 然后主题的部分 你看了去GPV之后 你要看一下 这个语言的模型相关的文章 你都可以去选取 这边你有所选取的话呢 它也会旁边有一个蓝点点 所以你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说 即便这个收起来了 你都可以知道你有选的 这个条件值 那其他的就顾名思义 这个文章谈论到的 就是公司 文章谈论到的国家区域 都可以筛选 点套用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去 栽选出你找到的文章 有21篇 那这21篇的话呢 这个相关性的排序 可以去变更成日期 或最早或最新 然后找到的文章的类型 这边也会有一个标示 同才评鉴 一般前面都会有一个勾勾 然后这边的 Ademy Journal 就是代表这次学术期刊 那一般的话 有沟通才评鉴的话 都是以学术期刊为主 然后这个文章 这个是文章的标题 这个是文章的摘要 没有完成 就是三个点 代表你点进去 会有比较完整的摘要 接着是文章谈论到的主题 那有这一些 然后文章的来源 出自于某一本期刊 然后文章的作者 会列在这里 那这些是超连结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 点进去 又可以换成 这个作者 所写的文章 可以再去做查照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现在Exco的资料库 就是这个新版的话 跟旧版的话 目前还存在一些差异 那不是把旧版的 完全都已经移植过来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怎么去查找某一本期刊 像豪博商业评论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还没有移植过来 那所以你会看到 期刊的这边呢 它这个不是超连结 那大概等明年1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边 去搜寻期刊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看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有一个 储存的书签的样式 对应到的就是 左手边这个已储存 所以你点了之后呢 这边的这篇文章 就有这样的讯息 加入了这个储存 所以等一下你到储存这里来 你就会看到你保存了这一篇的文章 在储存这个书签这里 那它只留在这一次的使用当中 如果电脑关了或网页关了之后 你下次再进来 这里储存是空的 那右手边有一个三个点点值的 你点这个工具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文章 你要引用这篇文献 那上面就会看到文章的这个基本资料 然后如果你要复制这个引用格式 比如说APA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自动帮你生成APA 那你点这个复制到简贴簿 它就把这个复制起来 那这个是复制 如果有了要汇出到Mnote RefWalk等等的工具 你就可以点这个汇出引文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三个点点的第一个引用 那这边还有一个新增制专案 我点一下 它边这边要我们去登入我们的MyApps Code账号 所以我们刚刚在左手边的仪表板 这边有看到一个专案 那就是你如果把文章夹进来的话 它又放在专案这 如果你没登入的话 这个功能它就不会启用 那再来是共享 共享就是你可以把这笔资料 存到Google硬碟 Google教室 OneDrive 然后或者是为这笔资料产生一个连结 那这个就是这笔资料的连结 那上面有一个电子邮件 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呢 寄到你自己的这个信箱 所以这个是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来做资料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下载 这个下载的话呢 点一下之后 如果这一笔资料 它有提供全文的 那这边有提供两种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下载哪一种 那这边有一个警钟记资料 警钟记资料的话指的是metadata 尤其是原数据的部分 这边你所下载的话呢 不是全文 所以这两个 就是后只出现一个 后只出现两个 如果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全文的话 它这边的下载还是会有下载中记资料 但这个中记资料不是PDF全文 所以跟大家提一下 下载一下PDF档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资料 就是基本资料 文章的作者 来源 然后摘要等等这些 它不是文章的全文 文章的全文在这个标签底下 点下载 它才会去下载成这个全文的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在点这一篇的全文 这个才是我们的全文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右手边的下载 要跟大家特别做一个提醒 然后这边有一个存取选项 存取选项就是我们刚刚下载那边看到的全文 现在有两种 那刚刚PDF就是我们有打开过了 那如果是线上全文的话 就跟以前Xcode的平台一样 它会提供朗读跟翻译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篇看起来 虽然是一个A4格式的资料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网页 所以既然是网页 我就可以用内建的翻译 我可以翻成多种语言 那这边的多种语言是真的蛮多的 所以你要找中文的话呢 要花一点时间 找一下中文在哪里 那如果这个部分大家习惯用Google翻译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Google翻译 现在我选取繁体中文 那它就会去做翻译 那这个是这个地球仪的图示 它就是翻译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要翻译的话 可以用这个功能 那因为这个是透过第三方的软体 来做一个翻译 所以它的速度会稍显慢一点点 那如果你用的是Google翻译 就会快很多 然后我就不翻了 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话就是这一篇文章的目录 那这边还有一个聆听的功能 这个聆听的功能的话呢 就是它会去念这篇文章 先跳出去再进来好了 这样应该就不会让它再继续翻译 那这边的聆听的话呢 你可以点这个播放 然后 Chad GPT AI Advertising and Advertis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had GPT 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30, 2022 Followed by Microsoft's announcement of i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owered New Bing Search Engine on February 7, 2023 那这边介绍了Chad GPT 就是其实在今年才还正式释出 那这边有个Download MP3的功能 你可以点这个下载 跟以前一样 然后右上角的书签 你也可以在这边加到书签 引用你也可以在这边引用 那刚刚是在第一页你也可以去引用 所以我们现在把引用放在很多地方都有 那一样这边可以加到专案 那一样的要登入才可以 转发等共享 刚刚都有点到列印 那顾名思义的图示 所以这一笔资料的话呢 这个右手边的三个点点 还有就是点了这个全文进去之后 也会看到这个选项 那如果点这个文章的连结 点了之后 这边就会看到这边的文章的基本资料 那基本资料的话 就是文章的 就是作者出处 DOI号码等等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的内容 那你可以从这边去选择 这个线上全文 或者是下载全文 或紧终极资料 那这边的是文章开启之后的 这个基本的状况 那我们的条件值在上面这边 如果同财评件你不需要 你可以再按一下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来源的类型 那其他类型的话 比如说电子书 我们如果有电子书的话 我换一下不同的关键字 因为我们的电子书比较旧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能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子书的格式的资料 如果有的话它会出现那个电子书的这个部分 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个筛选 那在来源类型 在资料库这里的话 我看一下我们资料库 可能没有电子书 所以这边也没有一部 可能就比较单纯了 那这样的话 使用的话就是以期刊为主 所以这边的使用就是关键字 然后下面这边是筛选 那所有筛选可以跳出的一个条件值 那这边找到的文章就是可以加数签等等 刚刚有介绍 然后我们如果到进阶检索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边去搜寻就是不同的栏位 那这边不同的栏位 还有就是这个不够的话可以再新增 这边的新增的话 现在就是7栏 以前可以最多到12栏 那这边的条件值之外 还有一个同意词词点 同意词词点的话就是BS他所提供的 所以这边如果我输入AI的话 那我会看得到这样子的AI 在系统当中他建议的字 就是这一个人工智慧 那你点的人工智慧就会有这笔资料 然后这笔资料他的 就是他这是个锁音点了 其实所以这个资料 他的就是广义词狭义词等等 那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勾选 那勾选之后呢 你可以去选择他是用或的方式或end的方式来做搜寻 像这样 然后点检索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得到找到的文章 才选的条就是你刚刚所选的条件值 那这个是一样点加号 点这个储存 然后左手边的话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总览 总览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专案我没有 账号我没建立 但是储存这里呢 我加了两篇文章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加文章 搜寻的记录我刚刚查了AI 然后这个第一的部分 然后这边的话 现在搜寻的记录还没有办法用end做交集 那也是在明年会开始陆续提供 然后我看过的文章也会放在这里 然后你要看查看全部的话 就是曾经点开过的 会放在这边 那这边好像重复的 因为我就是看同一笔的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查看 那点子书因为我们没有 所以预约这边就不用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平台上的一个搜寻的功能 那接着的话呢 因为这个平台改版之后就相对容易很多 所以我们的简介就到这边 所以我们的简介在这里